而且如果不是來自常態分布 這個也不是 這個SIGMA-PiO-N-E-X-PiO也不是CASPiO 如果它不是常態分布的話 這個也不是卡方分布 所以除以N-E沒有意義 你這個定義的裡面 這個是要卡方分布除以它的自由度 大家了解嗎 所以我們只要把它的樣等平均除以它的SAMPLE SIZE 那這個就會是 所以T-PiO用的統計量是這一個統計量 是這個統計量 這就是為了我們要把我們的數據從常傳輸的數據 如果我們想用T 測試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統計量去檢定這個μ數的分離 所以我們是站在這個T4分布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做檢定的時候 因為T分布 事實上它的density function也是中型的 只是它當n比較小的時候 兩邊會比較平一點 那n很大的時候它會立刻下降超過30 如果n大於39的話 那tn如果差不多30 那tr差不多就是 就是標準成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常常有一些人喜歡講 要等數超過30 就是大量的 0 但是它只是說近似 它沒有說一樣 OK 很多人選一樣是不對的 這是近似 這是 contrasting 不是一樣的 是差不多的 這有些人選一樣是不對的 差不多 30 你這裡有一個問題 你即使是近似的 但你這裡有一個問題 X必須要選 random sample 它不可以有相關性的 相關性是不對的 OK 所以它必須要是獨立的 是獨立 你常態分補 不然不對的 可以 好現在可以嗎 可以喔 可以喔 所以人家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的t 檢定要 一定要來自常態分補 你很簡單告訴他 因為t統計量 會寫成上面是它的 標準 它的樣本平均 下面是它的 樣本變異數 除以它的 樣本大小 對不對 那如果它不是淘汰分補的話 那這個 統計量就不是提分補 特別小樣本的時候 大樣本可能我們可以 問過前一陣子 小樣本的話 基本上不對 大樣本也不太對 如果不是常態的話 實際上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假設都不對 假設不對 你不能搞出這個是 跟tmv差不多 你不能證明這個 跟tmv差不多 你怎麼又知道 這個當這個自由度很大的時候 它會接近常態 它會接近常態是 這個 p distribution approaches normal distribution if it is p distribution 如果 if it were not p distribution then the approximation is not true 是不對 這個 你用這個 tmv過去 逼近常態就不對了 所以錯的東西滾下去 就越錯越多 ok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 跟人家提醒嗎 你要用棘檢定的時候 先去驗一下 你的資料看起來像很像 像這樣 如果不像的話 你可能用棘檢定 會有一點危險 他可以告訴你一些什麼 但是 但是不是那麼樣確定的 可以告訴你什麼 好 特別做醫學 實驗的人 想要 大部分喜歡用棘檢定 那棘檢定為什麼可以 你要有常態跟覆的角色 不要常態跟覆的角色 是不太對 ok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課了 來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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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 我 Knox 我們再找人 公呈 快捐 開 開